喔~~~ 好不要的好奇我說 好不要的單身啊 把你們腳踢到 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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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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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二 8 二 Come on 可以看鏡頭嗎? 不可以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尼亞 今天呢 就要來重回我們小時候的榮耀了 說到那個格鬥競技類型呢 我們肯定是要邀請一位在格鬥競技方面 非常知名的Youtuber 來陪我們一起做訓練啦 那我們歡迎Kazia 哈囉 各位 我是王王Kazia 一個台灣本土的資訊表演說 對 我今天是Kazia 我們應該也認識兩三年有 對 認識蠻久的 好 我先問個問題好了 自從你訓練跆拳道以來 到目前為止 已經隔多久沒訓練了 沒有很久啦 大概15年而已 那是蠻久的啦 那這個部分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如果你的訓練 雖然身體上面是有肌肉記憶的 那一定還是對於這些跆拳道的一些基礎 還是會有一定的認知 但是因為畢竟時間拉長了 比如說你的柔軟度部分 還有你的身體素質部分 一定會稍微受點影響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會開始做一些簡單的部分 讓你去喚醒你本來身體這樣的記憶 OK 然後再來就是要訂一個小小的目標給你 哇 這個跆拳道 他都還沒有開始回來練 我現在一定要先訂目標 當然啊 每個東西都要給你一個目標 你才會有積極往上的動力嘛 對不對 好 那你猜猜看這個目標是什麼 可能 踢 踢沙包之類的吧 沒有 你要對我 哈哈 就是因為職業小小選手的抗打擊能力會非常強 OK 那這是我們的專項 那不管如何 雖然你是個女孩子 但是 你的目標 如果定程是要對我造成一點點的傷害的話 你是不是會更有動力一點的 好吧 要加油 那我們等一下就會試試看 OK 好 那我們現在就馬上進入我們的訓練環節吧 好 起立 OK 我跟你講觀眾 你真的不要以為在多效果 我現在全程都是汗 好 OK 好 起立 起立 喪失語言能力 好 OK 就這樣全身稍微是都有暖開的狀態 我現在非常熱 好 我們來稍微做一下測試好了 OK 因為你的目標是對我造成點傷害 請你按照你覺得你最自豪的T級 你最自豪的T級 你覺得你的T級力道最好的T級 來囉 來囉 喔 喔 我的小耳朵 我覺得如果假設以0到10的話 你的攻擊力道大概是 2 我先測驗一下 你目前你所擅長的T級 目前大概是怎樣 好不好 OK GO 很好 來 你有沒有發現你在T級 還是有點痛 你有沒有感覺你在T的時候啊 你的上半身是沒動的 對 其實應該是要全身體力 真的嗎 這其實是身體要力的 對 你試試看用全身一直轉看看 好 來試試看 有沒有感覺力道變大 喔有耶 對 但是我的腳也變痛 哈哈哈哈 你知道你剛剛哪邊的問題 歪掉了對不對 對 你歪掉了 不過不錯 你的身體你的記憶還不錯 你的回旋力道都蠻好的 喔 來你看你換你拿一次 我踢這個給你看 你就踢 你要想像自己的腿 這個便利 然後你用全身性的力量 是有點像扭腰帶輕的注意 你看人家 閃電我們一邊 他是不是在說我在打假 哈哈哈哈哈哈 OK準備囉 我是認真第一次喔 OK 往前扭腰 OK 喔 喔 往一往 哈哈哈哈 那重點只是在於 我在踢的時候是有一點像平衍 上去 OK 所以你剛剛會受傷啊 之類的東西 或者是力道不夠大 其實跟你沒有利用到全身性的這個東西 有蠻大的差 OK 雖然說跆拳道主要攻擊的手段是腿 但是他其實是一個很全身性 很全面的運動 OK 雖然我不是那麼了解跆拳道 因為我沒有練過 那踢級的總圓 其實都是有點關係 我覺得踢級差不多都是蠻一樣 再來 再來 這是高旋踢嗎 還有特地 那還有 下壓跟後踢 這樣 很好 但是你下來的都沒有力道 對 就是先下來最重要是你下壓 最重要是你下壓 往上 往下的勾下來的力道 就是把你的腳踢高 踢高 不是 我現在要做的東西呢 是 單腳站立 OK 踢高往下 等一下 不知道為什麼 那我怎麼先舉了這邊之後 這一段就沒有力道 這就是你的核心問題 你今天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必須要可以這個樣子之後 往下 對 你要畫一個圓再往下 對 這就是力道 這個力道是往下壓爐的力道 就要拉出來 所以你看我們在做的時候 我們會側面 穩心 合心穩定 往上 往下 所以它其實是會有一點點側 以我們的直接踢的習慣會稍微有踢 當然也是有直接震著 往下的力道的這個東西 也是有 但是 因為這個東西我們還要躲 所以我們通常不會 我們在直接踢的場上 然後一個人這樣 突然我就直接會 他聽不到 我就可以 好難喔 對 再來 力道不足夠 噢 我的膝蓋 噢 等等等等 我們今天的單元是老年人復健嗎 不是 噢真的痛真的痛 因為他下來的時候那個 我好像是膝蓋沒有鎖子 對對對 他就是膝蓋有點發靠 你的那個腿部啊 記得就是下來之後 你的整體的腿部 是要把肌肉 拎起來的 分析一下你目前的狀況 你的軟度不足 你的軟度不足 你的軟度不足的狀況之下 其實有很多東西 你沒有辦法像以前 年輕的時候做得這麼好 因為年輕的時候你的骨骼啊 都還沒有發育完全 嗯 那時候是一個很好入門的地方 現在你長大了 所以這會有一點落差 第二個是 你的肌力不足 你現在全身性的肌肉量啊 還有 你要怎麼樣去使用你身上肌肉的 這個部分 你有點 沒有辦法很心應手 我小時候 控的那個能力是很強的 我本來預設今天呢 會是一個很帥的一集 側聽 喔帥 然後整個今天都是 如果假設你今天第一集來 就已經很帥的話 那後面就不用拍了 哈哈哈哈 OK 所以我們等一下的部分呢 我們就會針對這幾個東西 做一點加強 OK 就是肌力啊 還有伸展性啊 然後還有一些測驗這樣 繼續把你的身體能力 開始調整到目前可以負擔的狀態 OK 加油 加油 欸蠻標準的 那你平常習慣做多久 做一次做肌肉 大概12下40吧 好我們今天要100下 大小 等一下我們今天要深蹲喔 我們今天要 我們今天因為你要針對你的 吞腿力量的話 一個是深蹲 一個是空氣 這兩個是非常經典的訓練方式 100個OK喔 一次做完 當然 這家不是說什麼想要開始吃嗎 沒有喔 這個是健身喔 這個是格鬥技喔 準備啦 我從來沒有一次做那麼多 那麼多的傷害怕 聲線都變了 因為像我們的職業運動嘛 職業運動其實你下盤要非常穩 那像你剛剛在踢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你在踢的時候 然後你就會 對會晃 這其實就是平常你的下盤性的重要性 而且你要練踢肌 現在再五十個可不可以 我覺得我等一下可能連一個旋踢 都踢不出來 所以才剛才要你踢啊 等一下 等一下就沒了 沒得踢 來再五十個 好 來準備 1 2 3 28 29 30 加油 hatch 還想偷懶啦 嘿 來繼續 好 3 1 3 一百 OK 完成一百 如果假設現在廠商給了你一個工商的東西的話 你要對鏡頭講 比如說我們現在工商這個店子 請面對鏡頭來工商一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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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系防護店呢 非常的棒啊 大小適中 然後軟硬度也適中 我們從這個地方就感覺出來了 他是個敬業的人啊 好等一下我們休息一分鐘 等一下要空氣一分鐘就好 蛤 她剛剛蛤欸 沒有我的蛤是蛤 不能十秒就好了嗎 不行喔 我跟她講就是妮娅那個時候呢 跟我們說我要拍這個東西的時候 因為本職的職業道德 我會很認真的幫她達到她想要的願望 對不對 然後她跟我講說那一天呢 我會畫得漂漂亮亮的過去 我會說你不用啊 她說沒有我要畫得漂漂亮亮的過去 你不用啊 哈哈哈哈 等一下就是這樣 OK好先起來 醒來 醒來 一組一分鐘 他們兩組喔 好辣 可以齁 通常職業最好訓練裡面會有一個 比較有趣的方式就是 因為坐下去的時候 你如果完全不講任何的話的話 你會很緊張 不能很緊繃 因為很累 這個時候我們通常可以跟你講說 沒關係你可以跟我們聊天 這是我們所有的訓練裡面 唯一可以讓你自由聊天的 好 好來走走 YouTuber未來有沒有特別想拍其他的東西呢 我覺得 本來想說 剛剛還在那些攝影師說 我們可以立起來摔腳 可以啊 感覺好像不太 可以可以可以 很多東西都可以在 在實驗摔腳裡面運用 最後10秒 深入 9 8 7 6 5 4 3 2 站起來 6 站起來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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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這是我們所有訓練裡面 少數可以讓你一直聊天的 嗯 這樣講 哈哈哈哈 善思主持能力 我們到目前為止 我只做了兩個訓練動作 但是你有沒有覺得你現在流的汗比 可能在健身房還多很多 多多了 那健身房可能 練完都不太會流汗 我真的很讓我意外耶 我在朋友群裡面都是被說的 運動能力很強的 所以他們說你的身體素質很好 你身體素質真的蠻好的 然後什麼 你做什麼都可以啊 你運動都超強啊 嗯 沒有 欸我們剛剛休息兩分鐘了 再聊一下 再聊一下 來跟你預告一下齁 我們除了就是下盤的運動之外呢 我還會教你一些核心的 譬如說扭腰啊 因為這跟你的核心使用力學 也會有蠻大的關係 那我們等一下會有踢的東西嗎 會 很好很好很好 來最後10秒 9 8 7 6 5 4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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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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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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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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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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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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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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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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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講的掉了 我想說指甲掉了 是不是指甲油啊 Come on 來 我走了 謝謝 我們現在 我們可以看鏡頭嗎 不可以 我們現在呢 已經完成了 100下的側踢踢擊 哇 我講話要分三段 一句話要分三次講耶 我現在的腳從一開始呢 會覺得那個腳很脹痛 後面基本上是 已經沒有感覺了 因為十幾年沒有踢過跆拳道了 不管是重訓 拳擊 都接觸不到這一塊 今天這個訓練讓我真的有以前那種快感 然後練完之後雖然很累 但現在心情是很愉悅的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你的身體啊 你不動很久 你去再次接觸運動的第一次 通常是最累的 到下次之後你的身體會慢慢的習慣 然後你的身體會慢慢的自己調整成 可以附和那樣的狀態 所以訓練的人才會越來越強 越來越強 你第一次通常是 最讓你印象的狀態 他一開始的時候 腿腳是很白的 但現在他兩邊都是 很紅的狀態 臟紅的狀態 那表示他剛剛在T級的部分 他是非常非常認真的 就是沒有任何灌水 或者是沒有任何逃避 我們沒有剪輯喔 對 這件事是很棒的 維持這樣的精神 然後持續訓練 我相信一個月一定會有很大的差別 因為我以前練跆拳道嘛 練到大概黑帶兩段 其實也算是這個跆拳道裡面段位算高了 然後我就希望說 可以找回一點以前段位的 以前段位的 我想找回一些以前段位的一些水準 所以我希望說 一個月後 除了要挑戰卡爺之外呢 還想要再試一個另外一個挑戰 把我們跆拳道升三段考試裡面 會有一個急迫的項目 OK 所以到時候希望卡爺可以幫我 來就是測試一下這個 擊破我 擊破我嗎 哈哈哈哈 擊破我嗎 擊破什麼 擊破我嗎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訓練呢 第一次的訓練在這裡 成功 成功 滿成功的 OK 然後我們也謝謝卡爺 不會不會不會 跟我練那麼久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然後卡爺的資訊在這 感謝 對 然後也要請幫卡爺訂閱一下 感謝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大概兩年前 我在實況上的時候 我在實況上的時候 有玩過跆拳道 有啊我看到啊 她穿豆腐 真的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標準連瓶子都沒有洞到 你看 瓶子都沒有 多沒有被我踢爆 自然 哈哈哈哈 我那個時候 看到那個紙 我看到看到那個紙 波還沒跟你亞那麼久 我講說 Это什麼怪人 哈哈哈哈哈 我就轉 tegentemn ta 來 我們今天要挑戰劇群幹 有沒有 喔 有耶 對 就是你彈跳的力道夠大 你的回的力道就會夠大 所以你的聲音就會有差別 對啊 好爽喔 OK 完成 謝謝 謝謝 謝謝